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雨昕真的算得上是颜值最高的了 还有一句话叫做只要王思聪不死 网红就永远不会倒 也的确是这样 王思聪对于网红的喜爱可不是一星半点的 不过王思聪对于网红的爱也就只能是逢场不戏罢了 不可能走到结婚的程度的 王思聪也是非常听父亲王建林的话的 别看王思聪在外面一副非常高傲了不起的样子 其实回到家里还不就是那个王建林的儿子吗 而且王建林还表示自己的儿媳妇需要有事业和进取心 像是网红早都已经被淘汰了 别说张建林所说的事业是要有多大了 网红的事业在王建林眼里一定是不过关的 要说王思聪的前女友们 张雨昕也算是最好的一个了 近日张雨昕在为心爱的公主病 续篇亲爱的王子大人做直播 一出镜真的是超级美 但直播间网友却一直在刷王思聪的名字 甚至有些网友乌言会语 用词不堪入目 张雨昕表情也是十分尴尬 却又无可奈何 如今王思聪的女友已经换了好几任了 而且张雨昕也和亲爱的王子大人 终的男二号在一起 没有想到还是摆脱不了王思聪的前女友 这个称呼 张雨昕现在的男朋友和王思聪比起来 至少在眼之上还是完胜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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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